歡迎大家來到西西的Play Group 大家知道西西一生寫了45部作品 非常紋浪滿目 今天帶了其中部份來我們幾個 絕對是要反路玩童 逆靈玩盡西西的作品 由西西的筆名開始說 他如何由跳飛機得到自己筆名的概念 我們也由他最近的小說《陰天鑑》 看看康熙的玩具工況是怎樣的 我們當然要說西西玩拼圖 玩建築 以及最重要的玩玩具 如何由玩然後再融入他的寫作 星期三晚推遲無形 Youtube頻道就有我們藝文在線 有黃煉音教授和鄧小驊 和文館交際花Emily 一齊去說今晚西西玩東西夜不夜 字幕聴稱